fansupermark.com 我們之前和大家分享過 研究部對於未來12個月最看好的投資主題 就是新興市場估值重股 而帶來的一些投資機遇 我們之前和大家分享過 其中亞洲的股市 將會帶來一個非常亮麗的、不錯的回報 而今日都希望講一講 其中我們這一個投資的主題或趨勢 一個很重要的立論 就是中國的經濟回穩 而中間所帶來的一些投資機遇 所以其實中港股市 亦都是我們自己非常看好的 一個投資主題或是一個投資機會 所以其實希望都是要講解一下 其實在中國的經濟 開始穩定下來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看就是中港股市 首先講一講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立論 就是中國的經濟已經是回穩 這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回 就是在近期公佈的8月份的經濟數據 大部分的數據都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這很重要 因為本身投資者都比較擔心 就是中國經濟會不會持續的方滿 甚至乎有一個硬著陸的憂慮 但另一方面 我們再看回其他一些投資者 本身是比較聚焦的指標 例如就是黑強指數 黑強指數本身其實都是比較集中在 製造業為主的數據所組成的 但我們基本上 在去年9月底的時候 已經是看到這個指數 是見底 兼且就是逐步有一個持續的反彈 而另一個就是投資者都比較重視的 亦都是同樣是製造業的數據 就是財新製造業的PMI數據 9月份同樣已經重返正數的區間水平 就是50點以上的水平 所以意味著就是 就是你雲雲縱觀那麼多個不同的雲觀的水平 指數都好 那你都可以見到就是中國的經濟數據 已經是企穩了下來的了 甚至乎我們覺得就是 接下來就是中國經濟將會迎來 就是一個周期性的反彈的 那麼這個周期性的反彈 相信就會為整個中港的股市 帶來一個不足夠股值的重股 除了就是周期性的復甦和反彈之外 我們亦都是相信就是有另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在市場上暫時比較忽略 亦都不見到就是很多人在說的 就是工業股方面一些投資的機會 其中就是工業的再通漲 以及工業保庫存方面 是有一個不錯的趨勢在這裏 那麼首先就是在這個中國的PPI方面 就是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在過去55個月是連跌了這麼久的 55個月就是大概4年半的時間是連跌的 但是我們在9月份的時候 已經是率先見到就是中國的PPI 從上回正數的增長水平 這個非常之重要 因為其實PPI的萎縮 是代表著就是影響著中國內地的工業股的邊際利潤 所以隨著就是這個PPI的下跌 或者就是通縮方面的放緩減慢了 相信是可以為到這一堆工業股的邊際利潤 是有一個舒緩的壓力在 所以其實近期的工業利潤已經改善了 但這裏稍後我們會再講 另一方面就是工業股的庫存回補 同樣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過去22個月的去庫存周期即將是結束 基本上我們在6月底的時候 曾經是見過一個最厲害的 庫存下跌得最快的情況 但是之後開始見到就是跌幅放緩 所以其實相對比起過去4輪的去庫存周期 其實這一輪22個月是長的 以及就是看6月份的跌幅 亦都是其中一個最厲害的去庫存周期 所以隨著去庫存周期即將結束 我們將會迎來一個補庫存周期 相信這兩個數據這兩個主題趨勢 是會為工業股帶來一個不錯的投資機會 尤其是近期見到工業企業利潤做得非常之好 特別就是在7月份和8月份連續兩個月 錄得一個雙位數字非常之強勁的反彈 歷史上我們看看就是過去數據 這個工業企業的利潤和AH兩地 非金融股上市公司的企業盈利 有一個正數的相關性 另一方面我們見到就是PPI 和一個Nominal GDP即是名義的GDP的增長 同樣也是和AH兩地的非金融股企業盈利 有一個正數的相關性 所以意味著就是未來幾個季度 我們相信就是非金融的企業盈利 將會做得不錯的 所以由此得出 其實我們將會迎來一個 經濟周期性的反彈 另一方面就是工業股方面 我們會覺得做得比較好 這個工業的再通脹和補庫存 將會帶來一個估值的修復 我們覺得暫時都比較少投資者 在講這些投資的狀況 但我們相信就是 中港兩地的股市 將會有一個估值的重股 例如港股方面 恆生指數其實由1999年至2010年以來 其實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市盈率一直處於15倍以上的水平 但在2010年之後加入了很多中資股 尤其是銀行股的估值 不是這樣的時候 有很多相關的憂慮 例如NPL等等的問題 所以拉低了整體恆指的估值 但我們相信 如果當投資者開始認清了 有一個周期性的反彈 和工業再通脹的一些投資趨勢的時候 相信估值是可以慢慢得以收復的 我們覺得其實收復的幅度不需要很大 但是由現在大概目前12.8倍的水平 擴張到15倍 15倍是一個比較樂觀的看法 原來到了2018年年底的時候 再基於市場對於未來兩年盈利的 預測的股算也好 我們發現恆指有力上市32,000點 但這當然是最樂觀的水平 所以就算我們真的回不到15倍市盈率的狀況也好 其實慢慢逐步都會相信 會有一個估值的收復 這個估值的收復 足以為就是港股帶來一個不錯的回報 另一方面 最值得去講當然是中國的H股 因為我們相信中國H股的估值收復 將會更加顯著的 尤其是在大部分 我們如果拿恆生內地綜合100指數 作為一個代表 我們看到就是超過一半的成份股 他們的估值仍然遠低於他們的歷史平均水平 同樣再基於未來兩年分析員 對於中國H股的盈利的股算 我們計算出來 如果中國H股真的估值可以收復去回 就是15倍 也就是說06年至08年 我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樂觀的情況下 原來中國H股是有力提供60%的潛在升幅 當然這個估值收復同樣都是 我們就算不用這麼樂觀的假設 我們都覺得就是它慢慢都會有一個收復的空間 這個收復的空間 將會為中國H股同樣帶來一個非常之不錯的回報 所以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認稱 就是中國經濟出現一個周期性的反彈 以及就是工業的再通脹 工業的保庫存方面 帶來一些相關的投資機會的時候 我們相信就是中港股市 可以把握著一個股值收復的情況 將會為投資者帶來一個非常之不錯的回報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我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會提供的時間 而我們會提供的時間 他會提供的時間 比如說明你會提供的時間 我們會提供來的時間 很久以前